林大輝議員 主席,我在發言前,我想先回覆你上次問我的問題 上次你問我是否政協 我想答一答你,我是第十一屆、第十二屆的全國政協委員 作為一個全國政協委員是一個光榮的事情,所以我不會不記得的 我也希望繼續有這個職務,做第十三屆、第十四屆 所以今天雖然我在議事堂,用一個立法會議員的身份發言 但我心中都記住我是全國政協委員的 主席,這兩天,這次 毛孟靖議員就提出,用權力特權法去調查特首梁振英 有沒有收取澳洲企業UGL400萬磅的事情 到底是有沒有誠信問題,或者有沒有違反法律上的問題 我聽過在日官員說話,亦都聽過這兩天,我們同事的發言 結論到現在這一刻,我覺得是不值得支持這個 毛孟靖議員所提出的,用權力特權法去調查特首的 我之所以不支持毛孟靖議員所提出的議案 當然原因不是因為我是全國政協委員 而一定要體諒 因為我們全國政協委員是明辨是非 懂得理性分析事實的真偽的,所以並不是因爲這個原因 也不是因爲我知道呢 整個事情呢 內裡乾坤 個中的真實 而相信特首的誠信是沒有問題,或者他沒有觸犯法律 事實上最近星期一,特首秋去八王中秋空見到幾個建制派的議員 包括葉國謙、張華峰、鍾國斌等等 我都沒有份被邀請,所以我其實是不知道其中一個內情的 亦都不是因爲我是很熟習這個會計,或者是有這個專業的會計知識 或者是法律上的知識,而我懂得判斷 從法律角度,或者會計的角度它是沒有問題 沒有圖稅,沒有觸犯法紀 事實上,我們的議會裏面呢 亦都有不少個會計師,不少個讀法律的 例如郭榮鏗、梁繼章,他們都讀法律會計 但我們建制派亦都有李慧琼、廖長江是法律的專家 但其實我也不明白爲什麽大家讀法律、讀會計 但其實判斷不一樣 有些判斷是有問題,有些判斷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大家雖然讀法律、讀會計 但可能讀學校不同,所以出來的看法不一樣 那爲什麽我又不是專家,又不知道內情 又都不支持呢 其實歸根到底,主要我覺得 香港始終是一個現實的社會 現實歸現實,童話歸童話 其實這個議案提出來,我很明白 暴漫政的動機 這個動機,我認為他未必是真的想查 到底梁振英有沒有觸犯法紀 或者有沒有誠信問題 他至少是想羞辱一下他 這個我覺得就是,他的動機是不良的 當然他的動機背後有沒有外國勢力呢 正如主席說,你都看不到,我都看不到 那都是猜測一下 那我如果明知他的動機不良 那我沒有來跟他一起瘋的 又明知一定過不了的 那我沒有來這樣不理智 這樣不清醒去支持他 那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過去就知道了,我都是第二屆議員 用權力特權法去調查 一定浪費很多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 也往往是徒勞無功的 這樣就不代表你不慘 但今次的事件就是 它涉及澳洲企業 UGL,一個外國企業 又涉及蘇格蘭王家銀行 是不是這樣說呢?蘇格蘭王家銀行 那試問你,就算成立調查委員會 你真的有沒有能力傳召了 如果這些外國企業或者外國銀行 去派人來和你一起參與這個言訊呢 你照不照得來呢? 如果照不來,亦都是單方面的事 單方面的事很坦白 最後都是無疾而終 不了了之 那這個已經肯定是沒有結果的事 一定是浪費人力、物力、財力 那為什麼要做呢? 現實就是不應該要做 第二,整件事情中 如果真的,梁振英特首是有誠信的問題 有誠信問題 其實最大的受害者呢? 就是小股東而已 或者股東,不要是小股東 即是被梁振英過了一棟 或者吃甲棍 但是這些股東都不出來說 受害者都不出來說 懷疑受害者都不出來說 那為什麼毛孟靜 人家皇帝不及太緊急? 就是因為他想追求真相 那如果追求真相 他可以邀請小股東 從這個法律途徑控訴他 搞什麼權力突權法在議會上搞呢? 真的沒有事搞嗎?自己很有空嗎? 那其實可以用很多途徑 去找出真相 那既然股東都不追查 那就幾岸有個理由 覺得其實真的可能有機會沒有這件事 他都沒有損失到 那其實 剛才有位議員都說了 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廉潔奉公 那我們過去為什麼做得這麼好呢? 其實跟ICAC的工作 做得好是不和關係的 那這些事情 如果ICAC肯定會看到的 甚至乎我們的稅局 都會留意的 那既然ICAC都不開file 稅局又不開檔案的 那我們都必須相信 他們不會偏心的嘛 如果你每樣都是 戴一個有色眼鏡 這次ICAC怕得特首 所以不開file 稅局哪有夠膽啊 是在部門下的 其實香港很公道的 天主犯法 以民同罪的 怎麼會不開file 所以可能 不是可能 我相信 ICAC 或者稅局 已經判斷了這件事 是沒有觸犯了逃稅 也可能沒有觸犯了貪污俱賂 所以不開file 如果說靜悄悄開file 你就在那裡等下 用不著急 這個特權法 去朝會上來 主席 其實這個社會 今天已經黏黏亂了 好像我們外面 佔中 都不知道何時可以收到科 全民痛苦 全民瘋狂 我們天天搞這些 不合作的運動 搞到全議會都瘋狂 那又何苦呢 其實 最近有一句說話 令社會應該好好反思一下 佔中的發起人 或者組織人 說在佔中的事情 完結了之後 會自行去自首 其實全香港都要反省一下 究竟這句說話 究竟是真理還是歪理 究竟會不會造成一個壞的效果 給下一代呢 大家不妨要了解一下 其實特首都可以用這個招 你等我做完這個任期 我才出來和工作交代就可以了 等我這個任期完結了後 我出來交代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接受了 佔中的發起人 組織人 事情完結之後 才自首或者交代 為什麼你不可以接受特首 在這個任期完結之後 才出來和大家交代呢 如急於現在呢 就一定要出來給你盤問呢 那法律不能因人而異的 也不能因為 你支持誰 就接受他的理論 你反對誰就賭誰的理論 那既然泛民都可以這樣接受 佔中這個所謂 事後自首了 那我覺得建制派支持特首 結束你的任期才表白 也都無不可之處 那其實講到真真到位呢 其實特首你早幾天約我 給我多些意見 就不是只約建制派五個 說多些意見 內情我呢 那我就不會用它解釋什麼 黃金握手啊 沒有涉及提供服務 沒有涉及利益衝突 又說現行行政行會的制度 不需要申報 我就不會用這些理由去講 因為這些理由根本就說服不到泛民 也都不可以KO泛民 那它只會計算在未來的歲月 一直要找這些東西出來 搞這些不合作的運動 那不關怎樣 特首 啊啊啊 專家叫你特首了 對不起 主席 主席 我衝口而出 和心中衝口而出 主席 有轉的思維 否則呢 到目前為止 我是不支持 毛孟靜 提出這個權力特權法去調查 梁振英 就這個 和澳洲UGL 收取四百萬入面的事情 因為他的動機是UGLY來的 不能謹注騰治 有沒有其他議員要發言